哈喽,大家好,我的名字叫做周芳瑞,我是2015届西浦电机自动化的学生,今天就由我带领大家来参观一下我的公寓,The Paramount 入门的时候是要刷艾斯卡的,好,这里就是我住的地方了,这里面有一扇镜子,我们有一个双人床是1米5长1米9的,这边是柜子,柜子的空间非常大,我觉得 我带的东西根本就塞不满,比较让我惊喜的是,我们的输桌台下面这边有个小冰箱,我们可以放很多自己平常要买的吃的,或者是零食啊什么的,这边是一个小型储备柜,可以放一些书啊,一些零一三三的一些入用品,其实在入住的时候,公寓里有给我每个人派发一个这样的一个盒子,盒子里面有好多吃的,还有一些电话卡,但是这些东西,我带的东西根本就塞不满,比较让我惊喜的是,就是我们的输桌台下面这边有个小冰箱,我们可以放很多自己平常买的吃的,或者是零食啊什么的,这边是一个小型储� 吃的基本上都被我已经吃的差不多了,然后电话卡,电话卡的话,其实我们都用的冰箱好机已经发过的电话卡,所以说这边工业给的电话卡就没怎么用上,这还有铺盒牌,下面的话是三个特别大的柜子,因为我是个男孩,基本上没拿多少衣服,能看到基本上都是空的,非常大,要是女孩有很多衣服的话,就柜子加这个抽屉的话,基本上完全能装得下,虽然你看我刚才盖的那个被子很薄,但是因为我 没有暖气,所以根本不用害怕冷,按这个按钮的话,可以来决定它,定制的时间有多长 这边是马桶,然后这边就是梳妆台 放开下面一个一个柜子,柜子的空间很大,可以放很多东西 至于洗澡的地方的话,这边有两个喷头,一个花洒,还有一个淋浴,非常方便可以拿下来 而且这下面的空间也非常的大,而如果想要晾衣服的话,可以用到这边这个,可以搭到这边 这样只要一扣住就可以用来晾衣服 刚进厨房呢,我们刚刚做完饭,自己带的电饭包,你看这个灶台是4个的 公寓其实是有很多这个锅的,我们当时为了害怕锅不够,还自己带了一份 然后这边也有微波炉,而且有烤箱 更特别的是,他们这儿有我们家里可能不太常有的,就是一个洗碗机 就看我们昨天去周围的中超超市,还有就是廉价超市买的 价格其实跟国内相差不会很多,就是我们买的一些肉馅 昨天还尝试的包了包饺子,现在我们正在吃早饭,这是我两个亲爱的室友 我们公寓是有电梯的,刚才的时候行李比较多,其实拿起来也比较方便 这里机器非常非常多,根本不用担心别人站了没有地方写 公寓门口的这个黑板墙上呢,有很多能帮助到我们的一些东西 比如说外卖呀,有什么售货信息呀,地图呀,都可以看到 前台,有什么信件呀,或者说是快递呀,都会有24小时的签收服务,非常方便 谢谢大家